东南智慧供应链产业园项目是我是打造国际性物流枢纽城市的重要支撑项目和抓手 今天上午这一项目在马廊湾新城正式开工建设 东南智慧供应链产业园位于马廊湾新城前厂物流园区 总用地面积22.9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42.6万平方米 包括建设七栋高标仓及配套用房 移动办公楼 工程总投资约13亿元 项目将面向民生物资 智能制造等客户 打造一处即物流集散和产业链服务于一体的 现代智慧供应链产业园 成为省内现代化程度最高 规模最大的多市联运供应链服务基地 将吸引商贸 物流 金融 信息科技等流通及要素服务企业入驻 可提供超过5000个就业岗位 新零售 在厦门整个行业现在也是发展比较迅猛的 那我们这个园区主要还是把民生快销品这一类的企业聚集 目前来讲厦门还是一个空白 它没有一个很聚焦的一个产业园 据了解 东南智慧供应链产业园计划建设工期为三年 建设单位将力争用两年半时间 让这一项目在2023年建成投入运营 本台记者报道